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狀況來說 中部以北悶熱 南部地區雲亮多 中午以後 中部以北的午後陣雨發展 還滿明顯的 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還是要提醒大家 中午之前的悶熱戶外活動 要記得補充水分 但是下午的三八號 在這中部以北都會出現 南部高溫的部分沒那麼高 因為最重要 西南風帶了水氣進來 水氣量多 相對的這南部地區的降雨 不僅限於中午以後 早 晚都有些機會 南 高 平 三個地方來說比較明顯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要怎麼樣的變化了 今天的這樣的天氣形態來說 會延續到明天 還有後天的白天 所以還有兩天的時間 在中部以北的高溫 實在也是偏高的狀況 是35度 濕度來說偏大 午後震雨仍然會發展 但到了南部地區 短暫性的降雨 不僅限於中午以後 早晚都會出現 你要小心不要被雷擊了 天氣狀況來說 在兩天的時間 是這樣子環境長水氣量多 但到了禮拜四 禮拜五開始 太平洋高壓勢力 已經開始逐漸地伸展過來了 各地來說陽光露臉 溫度高 但是戶外活動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是下午的 午後震雨 在山區的部分會比較明顯 四跟五兩天 偏向於山區 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那可就是一個高溫 而炎熱的天氣了 中午的溫度 甚至上看到 36度以上的高溫 因為最主要 太平洋高壓勢力 整個伸展過來 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北部的朋友要防曬 南部的朋友要注意的是 局部的震雨 山區的部分在南部地區 等於白天的時候 都有局部性的濃霧出現 就來看到這一張雨量圖了 雨量下的方式南北不相同 南部地區的 像南高坪這個地方的雨 海邊上的水汽拉進來 造成的降雨的狀況來說 在平地到接近海邊的部分 是比較明顯 中部以北的降雨 偏向於中午以後的 熱對流的降雨 山區部分 平地部分都有發展 今天比較明顯 就是在新竹這邊的降雨狀況 有到了接近150毫米的雨量 最主要 這都是熱對流發展 你可以注意到 這個雲層發展起來 都還有包含桃園跟新北地區 台北市的話 最主要有的 靠近南港生西指這邊有一些 所以整體的降雨形態來說 南北不太相同 那我們來看看雷達 看什麼 看看現在這個時候的 整個降雨的狀況 從這一張雷達回撥方面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南邊的水汽是因為西南風帶進來 有沒有看到持續都有水 都在海面上面拉進來的 江雨狀況在今天晚上的南高坪 人家會有一些雨區行車要注意了 北台灣這裡的 午後熱對流的江雨狀況來說 是局部性的 目前最新的雷達上面 我們把它定格 大家就可以注意到 整個定格以後 就可以看到的是 南邊有水氣 現在有水氣要進來了 要往台南方向移動 跟高雄方向移動 屏東的話 恆春鎮這邊有些雲層 可是北台灣這裡 已經開始變成黃色了 表示它的整個水氣的反應波段 已經逐漸的正在減弱當中 因為太陽下山了 熱對流強度減弱了 接著來看到彩色雲圖了 彩色雲圖上面 我們來看兩個系統 一個今年的第四號颱風 它現在所在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另外第三號颱風在這邊 已經變成低氣壓了 所以整個系統的發展來說 在這個天氣行週休的假期的時候 南台灣的水氣 就是這個低壓拉上來的 北方的這個四號台 四號台目前要往日本的方向再移動 但是南邊這邊雖然有些水氣 但會被四號台給拖上去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是附近環境場水氣比較多 相對的從地面圖上就可以注意到 四號台在明天的時候 它將會逐漸進入日本南部陸地 之後快速的朝著一個比較偏 東北的方向移動 那沿著高壓邊緣走 但太平洋高壓在哪裡 太平洋高壓在這邊 我們注意到 高壓的邊緣已經逐漸的 現在要往琉球群島方向伸展過來了 到了明天的時候 高壓再伸展過來一點 那等到了禮拜三以後 高壓的勢力就已經開始 逐漸的要接近到我們了 那接著週四 週五高壓勢力 整個往溪的方向伸展 我們就在太平洋高壓的籠罩之下 晴朗 穩定的好天氣 那這樣的天氣型態來說 還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 就是中午的溫度 是比較偏高的狀況 那我們就來看看 地面天氣圖 看個時間點 先來注意到 在這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可以注意到這張圖面上 禮拜六的地面圖上 可以看到整個高壓的勢力 往西伸展 我們就在高壓的籠罩之下了 接著我們就來看到禮拜天的時候 禮拜天高壓勢力 仍然是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所以晴朗穩定的好天氣 持續到下週一 週二 有些朋友就說 可是有些媒體在報說 什麼菲律賓海那邊又有低壓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南邊這邊的一些 熱帶擾動的系統 因為高壓升過來 它既只要通過 也是從菲律賓的中部島嶼去通過 發展機會看起來並不大 因為最主要就是 在這邊的環境場目前看來 好像沒有什麼發展的機會 當然熱帶擾動系統 等到了7月中下旬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到 當高壓退了之後 就有機會有些系統 開始在這個海域要出現 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溫度 晚上的溫度是舒適 白天的天氣是悶熱 中午戶外活動 記得補充水分 中部山區下午有農務行車 方面要注意 南部地區仍然持續有些 局部的降雨 但高溫下降 而東半部地區 雲層亮在花蓮 台東有一些 但到了宜蘭是屬於 午後真雨的天氣 外島地區來說 金門跟澎湖有點局部性的降雨 馬祖倒是好天氣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到了中三 開始漸漸變午後正雨 週四 週五有 週六 週日的降雨狀況 只剩下山區的部分會出現 外島地區都是屬於 晴朗而穩定的天氣型態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 中午悶熱 小心 別中暑了 記得多喝水 還有魚群